再做诸位,平等度化,你的面相,下辈子的面相,就会一庄严,一庄严。 再做诸位,你要晓得吧,这辈子你为什么的面相会这么的庄严? 男众女众都是一样,比丘,撒米也是一样。 就是因为前世的行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众生,所以面相庄严。 再做诸佛,诸佛以后,就是大家都很庄严。 用平等心对待每一个,所以这个美丑也是假象。 所以没有诸佛的心,跟诸佛以后的心,就会差很多。 所以修这辈子做得最彻底的,就是非常尊敬尊重每一位人的理念跟选择, 包括对待徒弟都是一样的,我都是用感化的。 我跟徒弟讲,接下安居跟徒弟讲。 你们来啊,三十几个在接下安居啊。 有记录的,离开的不算。 师父如何一个一个,就在你旁边呢? 盯住你的身口意,叫你要如法如律如佛所说。 如果一个出家众不自我耶稣,身口意。 你想,做师父的人怎么有办法呢? 是不是?我也要休息啊。 如果说,我这样,师父来看一下啊。 开门的时候,你也会整理得很干净啊。 关起门来的时候,网路就开了。 开了以后,把那个灯光啊,门的底下遮起来。 光线绝对不透露出去,就开始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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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恢复的 这一辈子 你看看 玩那个网路啊 iPhone啊 iPad啊 玩到发疯了 所以我们现在人叫做幸福吗 这就很难讲了 还是几千年前的人叫做幸福呢 这个真的很难讲 几千年前 一万年前 所有的大地通通是自然 完全到处都是森林 绿色的 完全都是清净没有污染 因为那时候没有工业啊 全部也没有农药啊 那个时候的人 到底比较幸福 还是我们现在高科技的这个世间 我们比较幸福 就这个 这个就看个人的角度了 是不是 各有优缺点了 因此啊 我的劝 一个出家或者在家中不能耶稣自己 就是佛 就是佛现前也没有用 一个人不想改变自己 这个就是没有救了 这个孩子没自弃 啊 那么 不能几亿 反三亿 那么 孔子也不教啊 世家佛的佛也是一样哦 孔子骂人朽目不可雕 啊 胎丸为公排查不可雕了 哎 就是这样子 碰到那个恶劣的根性的 学生呢 就很难 你拿他没办法 就是他对师父呢 就用复一下 但是我们留在讲他 孟前来讲呢 啊 还不错了 嗯 大家都很能够克制 节下安居呢 大家也都蛮用功的 很好 啊